台北小巨蛋溜冰場內 一名女子偷偷摸摸 把放在椅子上的東西拿走 她是一名印尼籍移工 短短一個月內 連續犯下五件竊盜案 才落網 但像她一樣的非法移工 越來越多 五年前大約有九萬人 但截至今年五月 已經超過十一點五萬 創下新高 政府把原因指向缺工 疫情時 邊境管制 讓人力缺口再擴大 導致營造業 製造業 大量聘僱非法移工 勞動部從需求端下手 先是把農業餘工 開放的人數擴大一倍 變成一點二萬 再開放一般營造業 招募八千名移工 未來還可能增加到一點五萬 鼓勵業者用合法管道找人 也加強查核外國仲介公司 每三個月就查一次 太多移工失聯就會停權 最多四個星期都不能 引入移工 讓移工進來 如果還是像過去一樣 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好的一個資訊透明 勞動部本身沒有把 移工管理的機制 把它整個的把它架構好 學者藍配家曾經指出 台灣移工需求有增無減 但許多輸出國供給大減 向越南經濟狀況提升後 不少人有了別的工作機會 自然不會審責當移工 而想找移工的國家 彼此之間競爭激烈 以日本來說 給移工的勞動條件 相對更受保障 還會提供技術培訓 協助融入當地社會 就算要當移工 可能也會優先選日本 政府必須要改變我們整個 移工管理政策的一個邏輯 必須要把這些外來的 這些年輕的移工 視為我們一個可以未來留下來 發展的一個智慧型的勞動力 自詢自由進步的台灣 面對移工議題 得從根本的管理面著手調整 否則不只難以應對缺工 也可能讓人權社會形象 大打折扣 華視新聞黃天理事件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